大家好,大家好,今天我们来上中日的这个第十节课 第十课的话,它的一个标题是schedule,它是一个英语的吧,schedule 那也就是说日程安排对吧,或者是一个表格,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对话部分 第二天王峰和山田在宾馆的休息时间上讨采访的行程 然后到下一个场景,王峰和山田坐在沙发上翻开日程表 山田说道,今日から一週間,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从今年开始的一周时间内,我要多多关照,请拜托了 王说道,こちらこそ,お世話になります。スケジュール表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我才要和您说这个拜托了,那承蒙照顾。这个行程安排表,谢谢你啊,就是他帮他做的,他帮他做的一个行程安排表的。 上年说道,滞在期间中,できるだけ,沢山的取材ができるよう,予定を立てました。 ちょっとハードすぎますか? 那在这一周时间内呢,他把这个能够采访的一些安排,尽量的多安排了一些。也就是说把他这个行程安排,安排的非常忙啊。 然后他就问道王,会不会有点太hard,太难,也就是说太艰难,太忙了,会不会撑不住。 王说道,いえ,とんでもありません。完全没有这回事。 音乐、ファッション、映画、食べ物、観光地、音乐、ファッション、电影、食物、观光地、どれも感心のあるところばかりです。 每一个都是我非常在意的,非常気にする的地方。对不对? 所以是感心のある时候,気にする。一样的意思。 然后上年说道。それから水曜日だけは予定を入れていません。 然后只有周三我没有放行程安排。もしよかったらその日有馬温泉に寄ってみませんか? はい。如果方便的话,那天我们要不要去去一下游马温泉这个地方呢? 一桌的行程安排之内有一天是用来玩的,对吧? 然后上年上年说道。 一日くらいのんびりした方がいいと思って。 对,一天左右还是要のんびり,就是非常的慢慢的,非常的休闲的,悠闲的这样子放松一下会比较好。 王说道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ぜひ行ってみたいです。 非常谢谢。我真的确实挺想去。 然后上年说。わかりました。じゃあ早速旅館を予約します。 我知道了。那么马上就预约旅館。 然后又转到了第二个场景。也就是上年再给游马旅館打予定电话。 オカミ。オカミ的话就是旅館里面的女主人的意思。 オカミ说道。お電話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有马旅館でございます。 感谢您打来的电话。这边是有马旅館。 上年说道。すみません。予約をお願いしたいんですが。 我想要预约。 オカミ说道。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ご予定はいつになりますか。 好的。谢谢。您想要预约旗号呀。 上年说道。明天二名で一泊なんですが空いているでしょうか。 明天二名で一泊なんですが。明天二人想来住一天。 有空位吗?有空房吗? オカミ说道。はい。20日の水曜日。二名様でご一泊です。 ですね。这边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全部都用上了禁语。对不对。 然后20号的话是20日。 而不是22日。这个是需要注意的。 20号的周三两名一天。对吧。夜。 少々お待ちくださいませ。少々お待ちくださいませ。请稍等。 確認完有点情况以后。はい。ご用意できます。 能够帮您准备。也就是说有空位的意思。 一泊二食付きでお一人様一万六千円になりますが。よろしいですか。 注意。带两顿饭。一个人是一万六千元。您觉得可以吗? 上年说道。はい。結構です。結構です。就是说大丈夫です。大丈夫です。 就是ok的。对不对。但这个結構です。要分场合。 有些时候是说可以的意思。有些时候是说不需要的意思。 比如说打一个比方。我们在超市里人家问你需要塑料袋吗? 那如果你说結構です。其实不是说我需要的意思。 而是不需要的意思。这个是分场合的。好。那么オカミ就说道。 かしこまりました。我知道了。 それではお名前とお電話番号をお願いします。 那就给我一下您的名字和电话号码。 那这就是整的一个对话。一共分成两边。对不对。 一个是王和山点的对话。还有一个就是专门是教你打电话的时候的一些专业用语。 这就是这么一个样。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生词表。 大家可以跟着一起朗读一下。 schedule。schedule。schedule。日程表。 hard。hard。非常困难。非常紧张。或者是非常坚硬。一共三种意思。 とんでもない。とんでもない。 没有的事。哪里的话。 ファッション。 ファッション。时尚。流行。 観光地。観光圣地。流圣地。 入れる。入れる。入れる是他动词。包含。算上。 有馬温泉。有馬温泉。 有馬温泉。 のんびり。のんびり。放松。有限自在。 女主人。女掌柜。或者是老板娘。 お世話になります。お世話になります。全門关照。 とんでもありません。とんでもありません。 没有的事。哪里的话。 流行刚才出现过意思。 とんでもない。とんでもない。とんでもありません。 まあ。感心がある。感心がある。感心许。 痛みがあるんだって言っています。 **mēいさま。 **mēいさま。幾位、幾名。 **shoek。 *** 替DIM. 負送的。或者是付back的。 まんしつ。 めん well c-shā 혼。 concerns assessing。 北海道的这个县陵都市,安静,静养,其实我并不是很喜欢这个安静这个翻译, 因为安静的话在中文里面就是小声一点对吧, 那这个就是,安静的话其实就是让你静养一会儿,安静にしなさい, 那就是说不要动,你就躺在那儿好好的养身体。 下一个单词,片道,单程。 Aplon圆裙外来语,光光清掃する清扫, 合图する发信号地安号, 組计划安排,算数算数, たまたま,たまたま偶然。 特区,特区解答解明。 一度一次表明。 来社する来社する来公司。 ローマ字、ローマ字、ローマ字、ローマ字。 協力する、協力する、协作、配合。 満足する、満足、满意。 壺、壺、罐子或者是瓶子。 然后除了罐子、瓶子还有一种意思就是说, 一个人的笑点,笑点也可以说是瓷末。 这个是比较怎么说呢,比较现代比较年轻, 或者比较高阶的一个用法。 所以说大家也可以不用记在现在的这个阶段。 而且我们在考试当中的话也是不会出现的。 然后下一个单词。 其实就是一个静语的自迁行的一个静语,对不对? 谦逊语。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语法部分。 首先是今天的第一个语法,代表目的。 我们来看以下五个知识点。首先第一个知识点,动词加yō, 什么什么yōni都同样表示目的。好,第二个知识点,yō更为正式一些报纸论文等书面语中一般用什么什么yō, 什么什么yō,所以说后面跟yōni的话,其实就更偏向于一个口语的形式,对不对? 如果我们书写当中的话,就最好不要加这个yōni,那你私立yō就可以了。好,第三个知识点。 在工作中,在工作等比较正式的场合的谈话当中也可以使用什么什么yō, 就是比较正式的场合下,或者说是书面语,对不对? 第四个知识点,比较随便的交谈,多用什么什么yō,你这个刚才我们说到了,对不对?口语上面就可以怎么用。 第五个知识点,yōniする不能改成yōsuru,对,什么yōniする, 什么什么yōniする,当中的这个,你是千万不能够省略的。 而且这个我们一般用常识去想一下,我们来看一下知识点1,动词加yō, 前面已经有一个动词了,再加一个yō,后面再加一个siri,siri不就是又是动词了吗? 所以说这个形式是非常奇怪的,所以说理所当然的也肯定是不能yō, 后面把这个ni去掉加siri。 我们来看一下以下例句,我们来看第二个例句,为了尽早康复静养一段时间。 早く病気が治るように安静にしていた。 这个的话加了ni,我们就比较偏向口语化。 那我们如果在书面当中可以说早く病気が治るよう安静にしていた。 好。 那么我们看一下第二个知识点。 yō te yō tatemashita,yō te yō tatemashita。 其实的话这个就是以下两个是他的一个, 这个怎么说。 类似的一个用法,或者说是一个净义词吧。 或者说用的一个动词不一样。 但是他们的表达意思都是大同小异的。 yō te yō tatemashita,就是制定计划。 然后下面第一个yō te yō kumu,也是制定计划。 yō te yō tatemashita,和yō te yō kumu, 他们两个是相近的。 那这个yō te yō ireru, yō te yō ireru, 就是在你原先的计划当中再加进去一个计划,对不对。 所以就翻成中文就变成安排日程。 好。 那么我们看一下第二个例句。 提前制定好下周日参观工場的计划。 来週日曜日の工場見学の予定を組んでおきます。 工場見学の予定を組んでおきます。 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例句。 只有星期三没有安排放動。 水曜日だけは予定を入れていません。 水曜日だけは予定を入れていません。 或者予定を組んでいません。 好。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知识点。 とんでもありません。 とんでもありません。 以下四个知识点。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知识点。 とんでもない。 一个含有出乎医療、不合常理等消极语气的否定詞。 とんでもない。 好。 我们来看第二个知识点。 とんでもありません。 单纯强烈否定对方意見。 とんでもありません。 有这样子的一个意思。 然后第三点。 とんでもありません。 はんでもありません。 これにてもらえれます。 他の意味です。 とんでもありません。 それがあるのは彼方的認知性意見ないと言えます。 このように語尚の意味です。 你是瞎扯蛋,那下面的话就是说,哎,您说过了,我没那么厉害,没有,没有,没有,您称赞过,过头了,对不对, 表示自己的一个谦逊,客气的态度,第四点呢,更加礼貌的说法, 好,比如说刚才我们文章当中出现了一句话,为了尽可能的更多采访,所以安排这样的行程,是不是有点太紧张了点呢? 那么王就说道,没有,没有,没有,根本没有,完全不是非常紧张啊,没有说您安排的不好,那就是, 那比如说这个是我们新的一个例句的吧,田中,你是把这个放在这蛋糕吃了吧,没有啊,谁说的,我可不知道呀,这个的话就是一个贬义的用法,对不对,并不是一个谦逊啊, 这个的话呢,其实,如果大家要说现实当中的话,这个用法其实是非常少的,一般的话现实当中就可能,那个谦逊的用法比较多一些,日常生活当中,几乎没有人会说, 这个同でもない不会这么用啊,用的次数可以说是非常少,可能动漫里面这些用的比较多一些啊, 日常生活当中的话是才用到,好,这个就是 那天您把我丢失的钱包送给我,实在太感谢了,这个就是表示一个谦逊的态度了, 您多夸奖了,没有那么回事,只是我帮了一个小忙而已, 好,这个的话就是更加尊敬的一个用法,其实刚才的话,你要说也是可以表达尊敬,所以说这个力气我们就省略一下, 好,下一个知识点,感心のある,感心のある,我们来看以下五个知识点,第一个知识点,感心がある被某事吸引,某事关注,否定形式为感心がない,这边是一个が对不对, 那如果是感心のある,后面就可以加名词了,所以说这个感心のある后面,如果你要跟名词,那就不能写感心がある, 那就是感心のある就可以把它后面的名词化了,第三个知识点,興味がある, 表示看起来有意思,令人愉快,而在情绪上被吸引。 好,第四点,感心がある多用于对具有深刻内涵的事情,或者是严重事态在理性上引起注意,感心がある。 这个的话大家可以不用太在意,之后我们看一下以下例句就可以了。 第五个知识点,かんしんごもつ,かんしんごもつ,かんしんごもつ和かんしんがある其实是近一词,近一词, 只是他们跟的这个注词不一样,后面跟的这个动词也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好,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1和2的一个对比,首先第1个的话是在我们对话当中出现过的, 全都是我感兴趣的地方,后面跟的地方是一个名词, 那かんしんがある很明显,我们是不可以用的。 用这个の来代替が,后面就可以跟ところ,对不对。 かんしんのあるところばかりです。 好,那么我们看第2个例句。 パクさんは環境問題にかんしんがあるそうです。 かんしんがあるのです。 或者そうです。对不对,好像很关注这个环境问题。 那这个后面他就没有跟这个名词,所以说是用的。 かんしんがある。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个语法点。 什么什么くらい,什么什么ぐらい。 前面加的是跟的是一个名词。 首先我们来看以下4个知识点。 第1点,表示概述。 比如说三本ぐらい。 三本ぐらい。 那我们来看第2个知识点。 强调一个程度,程度。 那くらい的话,他本来也可以说是一个程度。 好,然后的话我们来看第3点。 表示最低限度一般使用什么什么ぐらい。 什么什么ぐらい。 那也就是说最低限度是多少多少。 比如说最低限度是三根的话。 那就是三本ぐらいまでは。 什么什么什么。 好,然后是第4个知识点。 何々ぐらいは。 主持は强调什么什么ぐらい。 也就是这个わ其实是怎么样。 哎,强调前面的一个内容呢。 那我们看一看下那个以下几个例句。 首先是第1个例句。 这个是代表什么呀? 代表我们第3个知识点。 对吧?最低限度的。 一日ぐらいのんびりしたほうがいいと思って。 至少一天的话。 嗯,可以放松一下。 可以放松一下。 至少对不对?至少。 那我们看一下第2个例句。 这个也是最低限度的。 前后面跟了一个わ。 对不对? 这个わ也就是说明。 强调对吧? 带来强调的意思。 あそこの使い方は少しぐらいはわかるだろう。 电脑的操作。 你至少懂一点吧。 对吧?至少懂一点吧。 好。 然后下面是一个代表概述的。 第3个例句。 从这道车站大。 不行大约要10分钟。 ここから駅まで歩いて10分ぐらいです。 这个是大家可能知道最多的。 对吧?くらい。 大约的意思。大约。 好。 然后第4个是强调程度。 强调程度。 日本語が話せると言っても簡単な挨拶くらいです。 只会说一些日语。 但是也不过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些问候。 那这个简单的一些问候而已。 这个简单问候是不是就是你会说日语的一个程度? 你会说怎么样程度的一个日语。 简单问候的一个程度。 那就挨拶くらい。 好。 还有一个第5个知识点。 表示最低限度的くらい与に等等注词一起使用时。 可以在前面加这个にぐらい。 这个的话我们来看一下第5个例句吧。 虽然我现在还在住院。 但至少女儿的婚礼还是想参加一下。 今は入院しているが、娘の結婚式にくらい出席したい。 这个用法大家几乎可以忽略。 非常的少。 如果一般来说的话, 我们可能不会把这个に前面、に後面加くらい 这种用法插在这个句子的中间。 那比如说我们可以怎么说呢? 今入院しているが、娘の結婚式くらい出席したい就可以了。 这个に也是可以不用加的。 今入院しているが、娘の結婚式くらい出席したい。 好。 接下来是何何様。 何何様。 这个不是よ。 他有よ和様2種度法。 对不对。 然后2种度法的话, 他的意思也不一样。 这个的话是様。 我们看以下3个知识点。 第1点。 接在人名后表示敬意。 比如说山田先生。 我们可以用山田様。 山田様。 第二点。 接在表示人数的数字后面表示敬意。 比如说一名、两名、三名。 那就是お一人様。 お二人様。 对吧。 但是3人以上的话, 就不能用我什么什么人様。 因为是三人。 三人的话就不能用にん了。 对不对。 我们知道在日语当中表示人应该用名来代表他的一个境。 那就是三名様。 三名様。 前面也不会加ご或者是お。 好。 然后第3个知识点。 顾客的公司名或者团体也可以接这个様。 比如说JC企划公司, 那就是JC企画様。 或者是东京大学那就是東京大学様。 也是可以的。 好。 这个的话也没有必要有这个例句。 接下来是这个ご一拍。 大家要注意他的翻译。 大家要注意他的翻译。 我们来看以下两个知识点。 第一点。 表示动作的汉字名词前加ご表示尊敬。 动作的汉字名词。 动作的汉字名词。 好。第二点。 Go 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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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以下例句嘛,但是这个并不难,我们就直接跳过这个讲解。 好,那我们看下一个语法,什么什么masse,什么什么masse的话,原本是masse的一个命令形,对不对,masse的一个命令形。 但是一般的话不会是作为一个命令形来使用的,我们来看以下两个九十点。 第二点,用在问候语,习惯语,习惯用语中是一种礼貌的表达方式,比如说いらっしゃいませ,对吧,这个大家都听说,欢迎光临,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这个masse不是说命令吗,命令你必须进来,那其实是一种禁语。 然后是这个第三点,用这种这种形式也可以用于书信当中,书信当中。 比如说这个第一个例句就是,请稍等,ましょしょお待ちくださいませ。 其实如果要严谨的一个角度去讲的话,お待ちください,这个ください是请你,对不对,有了一个我让你做事情,有代表这样子的一种语境。 所以说如果按照非常非常尊敬的表达方式来说,这个其实是不符合非常尊敬的表达方式的。 后面跟一个masse的话会好一些,或者是しょうしょお待ちくださいませでしょうが,这个是最高精语,最好的一种表达方式。 但是这个就非常非常严谨了,日本人有时候,有些日本人也不会那么的去在意。 所以说这个大家就当时听故事一样,听过就可以。 好,比如说还有这种用法呢,就是, 提上がり注意,一度是非ご来社くださいませ。 当然くださいませ。第三点,気を付けてお帰りくださいませ。 ください方面都跟一个masse,就会稍微冲断一下这个ください,要求你做事情的一个语境。 好,以下一个知识点是go什么什么できる,go什么什么できる。 一共有四个知识点,我们来看第一个,自迁语go加什么什么する。 那也可以变成go什么什么できる。 第二点go加三类动词词干加できる。 或者o加一类动词,二类动词mashing去掉masu加できる。 这个有点复杂,待会我们看一下例句。 好,第三点,因为是自迁语,所以说用于自己对对方的一个动作, 而不是用于对方的一个动作。 对吧,自迁语,这个我们需要分辨的。 这个也是在之前的课上都有讲过。 第四点,比如说用意,报告,協力,説明, 那如果说用意,它就不是go了,对不对,or了。 其实这个就是对吧,这个意思。 好,比如说用意,它是一个什么样? 印读词,前面就叫go。 那主要把这个する取得辨论できます。 ご用意できます就可以了。 那ご協力できます也是,ご説明できます。 这个都是我们刚才已经我一个一个读过的,对不对? 所以大家在这边确认一下就可以了。 好,比如说这个o,那么todokeru,或者是uru,都是一个训读的动词。 我们只要以训读音读去记就可以了。 不要说什么一类三类,这个是不用去记它的,完全不用去记。 日本国内であればどこへでもお届けできます。 寻读读读的前面就叫o,todokeru, barru, chudya, beche dekimasu, 对不对,uru, barru, chudya, uri, uri, ouri, ouri, deki nai, 对不对,ouri, deki nai. 好,下面一个什么什么什么 ni narimasu,什么什么 ni narimasu, 这个的话不是非常难。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字字点,原本表示变化的一个结果或者是变化。 第二点代替什么什么da,什么什么desu等表示断定的一些词, 那么它的语气就比较的含蓄,比较的委婉,什么什么になります。 就是说有时候大家如果在日本的超市或者商店里都会听到, 不可能说daです,那就是什么什么でございます结尾或者是なります结尾比较多的。 好,那比如说对吧,刚才我们说到的在商店里, 那就是这个对话率也出现了,每位16000日元可以吗? 1600元ですが,对吧?一般的话我们用です就可以了, 但是呢我们要婉转一点就是になります。 になりますがよろしいですか? 对吧,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です,です就变成了这个。 好,接下来是这个結構です。 結構です。 結構です。 刚才我也简单的说了一下,那这边的话就可能更加的具体一些。 我们来看一下三个指数点。 首先第一点,表示肯定いいです。 对吧,好的,大丈夫です。 没有关系,好的。 第二点,可以表示拒绝别人的邀请或者是劝告。 那いりません。 或者是やりたくないです。 也可以是劝告to。 所以说这边就我们需要看清这个情况到底是OK的意思还是不OK的意思。 第三点,威卑典委赛塾两种说法很小,一般会加上。 ハイ和イア standpoint。 这个就是我们。 区分的一种方法。 方法了。 或者说这加这个も。 加了も受的话肯定就是个负面的意思了。 对吧? 不需要不想做拒绝。 もきっこです。 我已经不需要了,或者是,那好的话呢就是,不好的话就是,那文章当中或者对话当中我们用的是,那就是说可以的,对不对,没有问题。 那如果是,前面首先加了一个,其实这个不加我们也可以知道是不用了。 那如果你想表达的更加的清晰明了一点,那就是一夜再加一个,已经不需要了,已经足够了。 一般如果,这个是非常怎么说呢,完美的一个场合下,如果你在日本和日本人说话或者是怎么样,就不会有这个一夜和害的,直接就是,这都加一个。 好,接下来是这个。 以下三个知识点啊,这个也是比较简单的一个单词,只要知道意思就可以了。 是わかりました的一个郑重的说法啊,其实就是尊敬的说法。 第二点,表示理解并可以接受对方所说的话。 我知道了,与承知しました都是一样的意思,都是礼貌程度很高的一种说法。 那承知しました的话呢,就是在书面语当中用的会比较多一些。 比如说mail,对吧,邮件等等。 はしこまりました就是口语,用的会比较多一些。 好,那其实例句的话,我们就不用做再过多的解释了。 就是这个,对不起,我想试一下这件衣服好的,那就是かしこまりました。 对吧,这是对话形式。 所以说承知しました就会比较少一些。 好,下来我们来看几个比较简单的基本练习题。 这个也是替换化线部分。 对吧,我来看一下。 这个例句的话是,席座位12月17号周六6点3名。 那就是说让你模拟一下预约的一个情况。 对不对。 好,那么我们先说席,这个1号题一样的吧。 席座位12月17号周六6点3名。 那对方店员就说了。 一般的话,不太会说一字でしょうか。太失礼了。 然后我们来看这个甲方,也就是说我们要约的人。 那我们说9月16号,在日语里面就是9月16日。 9月16日土曜日,土曜日没有问题。 然后呢12時半です。 这个人呢7名です。不是7名,7名です。 かしこまりました。 然后再重复一遍。 9月16日土曜日,12時半7名でございます。 それではお名前とお電話を申します。 好。 那这个就没有什么难的,我们直接就做一期又可以跳过了。 然后我们来看第二题也是同样的画线部分的一个替换。 首先是このスケジュールいいですね。 这个日程安排不错呢。 那一方又说了。 たくさんの取材ができるよう予定を立てたんです。 对不对。 能够尽量多的去做一些采访。 我这么安排的。 好,那我们带入第一题看一下。 首先甲方说。 これはいいアイディアですね。 アイディア非常好的一个点子。 对不对。非常好的一个想法。 这真是一个非常好的想法。 然后呢。 遠くにいても連絡が取れる。 光で合図。 在远的地方也能够取得联络。 用光来做这个信号、暗号。 那么我们如果是一方就说。 遠くにいても連絡が取れるよう。 对不对。 没有变形取れるよう。 光で合図。 这边用的是过去神。 那么就合図したんです。 第二题呢。 大人が算数の問題を解くんですか? 是大人来做算数题吗? 然后一方就说。 脳の働きが悪くならないよう。 毎日やるんです。 对不对。 这边为什么不用过去式呢? 就是因为毎日。 每天的话就不应该用过去式。 而是用一个一般态。 一般时态。 对不对。 一般时态。 好。 下一题也是一个替換化现部分。 应该是最后一题了。 まず看的一个くらい的用法。 くらい。 日曜日くらいのんびりしたいです。 好。 那么看下第一题。 休み。 那就是休み。 休み。 くらい。 自由に。 過ごしたいです。 那第二题呢? 一日くらい。 休み。 休みたいです。 那以下都是一样的。 所以说我们就不用再去过多的解说了。 那友谊的话就这个句末对吧。 句末有一个变形。 那我们看第三题的句末的话。 ゆっくり。 寝ていたい。 对不对。 那第四题呢? 自由に使い。 です。 对吧。 后面同文です。 好。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这个第二部分。 part two的一个课文。 第十题这个课文的话是讲解了一个温泉。 日本非常有名。 对不对?温泉。 他的一个标题。 タイトル是温泉大国日本。 温泉大国日本。 好。 那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 日本には全国二百三千の温泉地があり。 利用者は一年間に述べ一億四千万人以上と言われている。 日本在全国約有三千所温泉地。 使用人数一年約有一億四千万人以上。 据说。 温泉といえば、地中から湧き出る温泉のことだと思っている人も多い。 温泉。 很多人都认为是从地底下涌出来的非常温暖的水。 しかし冷水でも規定の成分を含んでいれば温泉という。 温泉の色は透明なものから白く濁ったものや青色したものまで様々である。 温泉的颜色、透明、浑浊的白色、青色。 このように見えます。 また、成分の違いによって、心血や皮膚病、高血圧など色々な病気に聞くと言われている。 温泉は病気やケガの治療に使われていた。 温泉被用作治療病和受傷。 今は環境を変えて、のんびりするために利用する人がほとんどだ。 現在的話、改變的環境、變成、 几乎所有人都是為了放鬆去利用的。 温泉の多くは自然の豊かな場所にある。 很多温泉都在自然環境非常好的地方採用。 だから、緑を見ながら露天風呂に入ったり、広いお風呂でたっぷりのお湯に使ったりすることによって、リラックスできるのだろう。 所以、一邊看著綠色的風景、一邊泡在露天的温泉裏面。 在非常大的一個温泉湯裏。 泡著非常多的温泉。 たっぷり。 你使ったり、浸在這個裏面。 能夠非常放鬆。 也許能夠非常放鬆。 好。 温泉地では、お客を集めるための工夫をしている。 在温泉地呢、他們有為了能夠讓更多客人聚集過來下工夫。 例えば、宿泊する人以外がホテルや旅館の入浴施設を有料で使用できる日帰り温泉がある。 比如說、除了住宿的人以外。 在賓館和旅館裏的泡温泉設施裏。 可以花錢就可以使用的日帰り温泉。 日帰り温泉。 有這種プラン。 然後呢、入浴プラス昼ご飯。 や、入浴プラス部屋での休憩など。 宿泊する時間のない人のために、様々なプランもある。 還有、比如說、泡温泉加午飯、或者是泡温泉加在房間休息等等。 沒有時間去過夜的人也能夠使用了各種各樣的プラン。 各種各樣的套餐也有。 最近では日帰り入浴専用の施設も増えてきている。 最近的話、這個當天回的那種泡泡温泉的設施、專門設施也是增加了很多。 また、銭湯といって、安い値段で入浴できる施設もある。 然後呢、還有一種叫乾湯的地方。 能夠以非常廉價的價格就能夠泡温泉的設施也有。 銭湯とは、奥の家に、お風呂がなかった所に作られた入浴施設のことだ。 乾湯其實是很多家裡面還沒有這個能夠泡澡的這樣子一個時代被創造出來的一種這個泡温泉的設施。 現在ではその数も少なくなってきているが、最近ではスーパー銭湯が出てきて人気を集めている。 現在這個數量越來越少。 但是最近呢、有一種スーパー前湯、超級前湯出現。 這個博得了非常多的人氣。 普通の銭湯より値段は高いが、色々な種類のお風呂やマッサージ、エステなどがあり、一日中楽しめる。 雖然比普通的銭湯価格要高。 但是有各種各樣的種類的泡澡或者是按摩、美容等等。 可以享受一天。 スーパー銭湯は忙しい人達のちょっとした癒しの場になっているのだ。 這個スーパー銭湯這個地方是對於很忙的人來說呢。 是一個能夠短暫的治癒自己的心情依壓席。 能夠讓人放鬆的一個場所。 好,我們看一下這個聲詞表。 大家也可以一起跟人朗讀一下。 大国、大国、大國、大國、全國、全國、全國、音圣地、音圣地、完全身体。 延べ、延べ、縸致、地中、地下。 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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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定 规定 含出 规定 含出 包含 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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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浑浑浑 心血神经痛 皮肤病皮肤病 高血压高血压 治疗治疗 改变 露天風呂露天雨池 たっぷりたっぷり充足充分 浸かる浸かる浸泡泡澡 リラックスする放松 集める集める吸引收集招来 宿泊する住宿 入浴施設 洗浴中心 洗浴设施 日帰り 当天晚晚 入浴 入浴 这是一个名词 施設 施設 公共澡堂 公共澡堂 コロ 这个コロ的话写汉字就是 时候17 4% 他直接就翻译成超级洗浴中心 马上下一个单子 massage massage 按摩 este este 美容 或者是全身美容 楽しむ 享受 ちょっとした ちょっとした 一点点 癒し 享受 安慰 或者是 医療 医治 安慰 千万 千万 几千万 就是二千万 三千万 停留所 停留所 公交车站 或者是 车站 ビタミン ビタミン ヴィタミン 予防する 予防する 预防 ぴったり ぴったり 合适 恰好 たてなおす たてなおす 一个复合動詞 重整 重建 つるつる つるつる 非常的光滑 滑溜溜 維持する 維持 実験 実験 实验 体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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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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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ファイル 文案 档案 或者文件 或者文件夹也是ファイル 好 然后接下来一个 流す 流す 冲走 日期 日期 年月日 ステーキ 牛排 肌 肌 肌肤 おかず 菜肴 地区 全 全 完全 相当 相当 非常 或者是颇有很怎麽怎麽 或者是中文里面有相当的相当怎麽样 换衣 换衣 范围 社内 社内 公司内 食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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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原材料 其实就是食材 和中文一样 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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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才的话还有一个词叫天天才 菜 制堂用的应该叫甜菜 甜菜 对 甜菜的话也是做天才 这个的话用的就不是很多嘛 所以说一般大家听到天才就是天才就可以了 然后接下来是这个松茸松茸松茸 松茸 原因原因 什么什么 西 什么什么 西 什么什么 事 其实就是一个尊称 而且男女都是可以用的 医治治治疗 香味 芳香 什么什么 Joe 什么什么 Joe 刚才说了停留锁对吧 特业利于 Joe 的 Joe 什么什么年 西 什么什么年 西 纪年制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下语法部分 首先是这个努北努北的话就是一个总人数对吧 我们来看这个以下三个知识点 首先第一点计算人数即同一人即使多次利用也只算说一个人 然后第二点计算人次计算利用温泉的人的次数如果同一人利用温泉5次那么就算做5人次 然后第三点 诺北使的是第二种计算方法也就是说 诺北其实是计算这个人次的而不是这个人数 所以说如果按照刚才诺北如果是计算人数的话那14000万人已经超过这个日本人口了 你再怎么样也不可能全日本人都去用过对不对 所以说其实就是使用的一个次数吧 比如说 Kono Eki no Rijinji no Riyo shi wa nobe sama ni 就三万人次 就三万人次 好 接下来这个Nombilis 和这个Relax 它俩是 第一次或者几乎可以说是同一次 两者都表示这个轻声舒畅的轻松愉快的状态 Nombilis 它是较长时间处于 而这Relax する是从紧张的状态下解脱出来 所以说它俩的一个区别就在这里 那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以下两个例句 第一个例句Konkyo kai de nobili するために 想要换一个环境轻松一下 所以说它是一个比较长的一个时间段 那如果是第二个呢 那从一个紧张的状态下能够 缓解一下 对吧 缓解一下 好 那比如说这个就更加明显 对不对 不要那么紧张 请放松下来 那就是Relax してください 和英语用法其实有点相近 好 这边的话就是这个Ooku no 或者是No Org 对不对 其实 No加在Org的前面和后面那又有一些不一样了 对不对 那如果是加在后面的话 那就是名词加在后面 对不对 而且它就是大量的什么什么的意思 大量的什么什么 或者大部分也有 对不对 那如果是我们把No放在前面呢 就什么什么的Ooku 对不对 那这个自然而然就变成大部分了 这个还是很好理解 对不对 我们中文的话也比较接近 预感 好 那这就是两个区别 如果把No放在前面的话 就是温泉のOoku 就是大部分的温泉 那如果是多くの人 那就是说很多人 大部分人 对不对 这边也是同样的 我们就省略一下 那接下来是たっぷりのお湯 多っぷりのお湯 那这边的话其实就是一个副词加名词的一个用法 然后副词和名词之间的话用这个No来连接 对不对 那如果名词 这个副词的话有 比如说ぴったりつるつるだいたいほとんど 对不对 我们都可以加什么什么No 什么什么什么 那比如说我们来看力句二 ぴったりのひと 对不对 那第3个力句呢 就是つるつるのみち 那其实这种用法的话 不多 但是也是可以用的 对不对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 接下来一个语法点是名词加什么什么によって 或者による 这单词还是比较重要的 我们来看一下以下三个知识点 首先第一点表示动作的主体 第二点表示情况的差异 第三点表示这个方法和手段 那如果是方法手段的话 就是刚才我们说这个お湯に使ったりすることによって 泡在温泉里 泡在这个温泉里 泡在这个热汤里 是不是就是一种方法 那如果是第2个例句呢 ぼくの実験によって 实验是不是就是一种确认的方法 那如果是第3个例句呢 コンペータによって行われる 是用什么进行的 用电脑来进行的 这个就不是一个方法 而是一种手段 对不对 用电脑是一种手段 好 然后我们来看 接下来两个知识点 によって也可以表示情况的差异方法手段原因时 如果在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就可以用助詞的で来替换掉它 但是呢 如果是表示被动的动作主体时 就不可以用助詞で替换 不能替换 替换 那么具体的情况的话 我们看一下以下的例句 比如说第1第4个例句 はいさんがいくかどうかによって 根据 对不对 那这个的话就是表示的一个情况的差异 对不对 他去还是不去 根据这个 那就可以用这个で 那如果下面的话呢 通过学习中文 学习中文 它是一种方法 或者是一种 手段 学习一种方法 对不对 那用方法我们也可以用で 没有问题 可以用で来代替 好 那如果是第7个例句呢 它是restaurantは原味のdesignerによって被 设计的 对不对 那这边的话 它是一个动作的主体 对不对 动作主体是有名的设计师 那这边 我们就不能用で来代替 你よって 对不对 是不可以的 由于时间关系 我们稍微加快一下这个pace 日がえりよんせん 是当天回的意思 对不对 还有日がえりりょうこ 或者日がえりしゅ 就当天回来的旅行 当天回的出差 好 然后还有その数 那これそれ このその 都是代表具体的 这个句子当中的一个名词 那代表这个代指 指这个代句中名词时 一般是不可以用あれ和这个あの 一般就是その それ 然后第三点 在文章当中 曾经出现的一些事物 用so 来指代 但如果是特别要向对方解释 说明的内容是 也可以用ko 比如说 我做了牛排和沙拉 这是今天的菜 ステーキとサラダを作りました これがきょうのおかずです それがきょうのおかずです 那用それ的话 那就是普通的我们的用法 那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菜 那如果是要怎么样 特别向对方解释的呢 これがきょうのおかずです 其实用これ就是强调的意思 我用 记得那么麻烦 就是强调 好 然后呢 还有这个 提起对方不知道的话题的时候 也可以使用これ この 那比如说 新幹線という鉄道があります これは特別な緊急列車 特急列車 この鉄道は 对吧 这个是什么什么 这个是什么什么 これは この鉄道 这个就是 对吧 要给他解释一下 新幹線到底是什么东西的时候 就可以用これ 或者是この 来 開头 或者 陈述与前文所属内容相反 或者陈对比的时候 就可以用その 来做对比 陈以前完全不喝酒 但是そのちんさん 这个その代表的是不喝酒的陈 但是 现在 这个不喝酒的陈 现在每天都变成喝酒了 他是不是一个相反的一个对比 好 然后その 呢 还可以模糊的代指这个限定用法的その 通常代指后面即将出现的一些内容 比如说その名字 その名字 その数 そのネダン 对吧 这个价格 听一听说那个价格就怎么怎么这样 一般的话 不想说的特别具体 那直接就用その 来代替 而接下来是这个 エス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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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说了一个来源 对吧 是法语的外来是 エスティック エスティック的一个缩写 然后 エステ 它与マッサージ是不同的 マッサージ的话 一般就是按摩嘛 エスティック的话 其实是有美容的一种服务的 好 然后对于日本人的感觉来说 エスティック的价格是非常高的 不是说像マッサージ 随便是 对吧 去消费的 这个的话 大家都可以慢慢的细看一下教科书上也有写 好 然后是ちょっとした ちょっとした 轻微的一些东西 或者是相当的出色的 难得的 这两个是不是又成为一个对比的意思 好 然后我们来看第三个 这是点 ちょっとした加名词的话 表示尽管数量很少 却是不容轻视的要素 就ちょっとした什么什么 虽然它非常的渺小 但是怎么怎么样 就想要强调的是这个东西 好 那么比如说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三个例句 就是强调了 ちょっとしたことが原因で大きな問題になった 为了一点小事 原因是这个 变成了一些大事 那比如说第二个例句 就是轻微的 对不对 このみせでは ちょっとしたりょうりが食べられる 能吃到一点好菜 ちょっとした 稍微好一点点的 不能好多了 对吧 然后是这个 イヤシ イヤシ的话 是有动词イヤシ衍生出来的一种名词 シ变成西 变成那个二段 就是变成名词化 那比如说有医治安慰 受伤这个 受伤的身体和心灵的意思 然后还有呢 放松心情 或者是修养身心的意思 这两个比较像 对不对 那比如说第二个就是 这个 怎么说呢 治愈心灵 或者治愈身体的一种感觉 或者 このコースイはイヤシの香り 非常让人感觉到舒适 这样子的一种意思 还有这个 のだ 和 のだろう 今天时间确实是有点紧张 のだ のだろう 表示 这是 这个 理由 说明的什么什么のです和んです 简体形式是 のだろう ok 第二点 含有说明背景 叙事已定事实的意思 ok 第三点 用于文章演讲中将到此为止叙述的内容换一种说法 总结陈述的情况 好 我们看一下以下例句吧 第二个例句 他的想法原来是错误的 彼の考えは間違っていたのだ いたのだ 其实所以就是 说明了 一定事实了 对不对 其实他是错的 那第三个呢 これは必ずやら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ことなのだ なのだ 就是代表的一个 其实它是有一个强调的作用在里面的 强调的作用 nano だ 只要记住它是有强调就可以了 这个才是我们在今后的作题当中需要去注意的一个意思 好 因为这个 のだろう 是 のだ 的一种推测形式 然后在表示理由的时候 尤其是在书面语当中 我们不用のだ 直接断定 万万使用のだろう 这种委婉的方式来表示 这个推测 这边比如说我们要写文章 我们要写自己的想法 就可以后面跟のだろう 而不是のだ 那のだ 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比如说 这个在我们刚才的文章当中出现 对不对 広いお風员でたっぷりのお湯に使ったりすることによってリラックスできるのだろう 这个其实就是笔者的一个想法 笔者的想法 好 这边的话也是同样的 同样的 就是自己 因为是名词 然后就フラン也是 这个名 这个フラン式形容词 对不对 后面可以跟这个な来去衔接 好 还剩这个5分钟不到的时间 我们来做一下这个基本练习 非常快的去过一下 好 这边考的是一个什么什么ことによって 对不对 那这边わたしはビタミンをたくさんとることによって 那第二点 リストラ 这个是裁员 裁员 对不对 を行うことによって 完全没有这么难度 对吧 直接加进去就可以了 那我们就省略了 好 这边的话 它是要你做的一个变形 对吧 那例句的话 它是加了一个のたっぷりのお湯 大家记得吗 副詞の名詞的顺序 对不对 那つるつる 是つるつるのお花になる 第二点 新しい家にぴったりの家具 对吧 第三点 東京ではほとんどの 第四点 ゆうべ近くの 对不对 近くの 后面都是根名詞 那我们直接就是no就可以了 完全是 没什么难度 好 那这个的话也是换一种说法 对不对 换一种说法 这边考的是一个代詞 その その用 第一点的话 銭湯とは 入浴施設のことだ しかし現在 その数は少なくなっている その字的是 銭湯 第一点 昨日 駅で男の人に 荷物を持ってもらった 少しも 嫌な顔をしなかった 那这边的话 就是その男は 对不对 その男は 少しも嫌な顔をしなかった 这个人 完全没有 感觉是 不开心 第二点 先去フランスの映画を見に行った 上週去看了法国的电影 その映画 その映画 那个电影 怎么怎么样 その映画小説をもとに制作したものらしい その映画は小説をもとに制作した 根据小説来制作 好 接下来是这个 看no da 对不对 no da 的一个用語 他 这也是非常简单 私は自分の気持ちを十分話した 我把我心情 我把我的感受全部都说出来 しかし 結局彼に理解してもらえなかった no da と指定し no da なかったのだ 但是 还是没有被他能理解 第二点 日本は地震が多い 日本地震很多 だから 所以各家庭で水や食べ物を買っておく必要があるのだ 第三点 この村は電車もバスもない 这个村子 没有電車 没有巴士 だから 歩いて待ちへ行くしかないのだ 所以 只能够走过去 强调走过去 好 然后 立体二 えっと 这边是考のだろう 对不对 其实 我们这边 因为时间的关系 稍微省略一下 这个的话 其实 后面あるのだろう 就可以了 稍微翻译一下 駅前にテニスのラケットを持た 好 カロアザティ 在車站前 拿着网球拍的年轻人在集合 也许他们之后要比赛 第五题 休憩時間に社員が集まって外でタバコ吸ってる 休息時間 公司里面的人都聚集在外面抽烟 也许公司里面是禁煙 シャナは禁煙なのだろう 好 然后是第六题 リュポン市のピアノを聴いて感動した 他听了リュポン的鋼琴感動了 天才と言われるが 相当努力しているだろう 虽然被说是天才 但是他肯定非常努力 才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境界 对吧 好 我们来看下面一题 就是天柱子 第一题 15000円のバッグが2割引きで12000円 第二题 この旅館は止まらなくても有料で温泉を利用できる 第三题 六题 風邪に効く薬はありませんか 对吧 好 这个 读音部分的话 我们也过一遍 宿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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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名 安心 然后是,我们来看一下,选一下这个以上的几个单词啊,不要紧张,那紧张的话我们 快速的环节,自己的一个紧张,那就是用RELAX,对不对,SAUCEを什么什么かけて食べてください。那SAUCE这边可以说 多加一些这个SAUCE,多加一些这个酱料。SAUCEをたっぷりかけて食べてください。 第三题,友人が怪我をしたというので,什么什么原因にお見舞いに行った。お見舞い就是看完,对吧。 因为朋友受伤了,所以马上,马上早速 病院にお見舞いに行った。 実際,もっと什么什么歩いてくれませんか?私足が痛いものですから。能不能再什么什么走啊?我脚比较疼。那就是走的慢一些嘛。慢一些就是这个 ゆっくり,对不对?あと持续时间就是比较长的,所以是ゆっくり歩いてくれませんか? でお天哪就只有ぜひ来,イタリアに行くならぜひポンペを見学してほしい。 如果你去意大利,我非常强烈的推荐你去唐培参观。 好,这边的话是一个连线,连线题的话我们还是见得很少的。 我们来看第一题。三月に旅行するなら早く予定を什么什么什么。那预定的话是怎么样? 建てる。予定を建てる。那就是这个。 であって、若者の間で音楽も聴ける携帯電話に什么什么があるらしい。 。那在年轻人之间能够听音能够听音乐的手机是非常有人气的。对不对? 第三题。温泉といえば宿泊するところだと。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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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温泉就会住宿的地方。 ずっと思っていた。我会这么想。对不对?是有这么样子的一个价值观在里面的。 第四题。私は小さい頃から外国の方に我对外国的数比较有关心。对不对?比较有兴趣、康新感。 最后一题的话。あれ?ホテルではお客さんが楽しめるよ。 あれ?この選択肢がないね。那可能就是没有的。对吧? あ、有有有。sorry。様々な工夫をしている。各种各样下了。各种各样の工夫。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所有内容。虽然最后有点改方。 那也是谢谢大家的倾听。お疲れ様でした。